大家好 这里是罗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B站账户 我每一周都会上传很多的昆虫和爬行动物的饲养实况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是对昆虫或者爬行动物有些害怕 或者不了解的同学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 因为我每天每周都会进行一些昆虫知识的科普 让大家走出物区 知道这些我们看似身边有点可怕呀 害怕的小动物其实也是有温柔的一面的 好的 这里是罗王 我今天终于回来了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更新呢 因为我去了一趟 这边相当于是个大城市吧 Denver 然后我在那边 反正它这里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一条街三家爬虫店 一条街三家爬虫店 然后 从其中有一家里头有蟑螂 我就入了一点 哇 那个女老板长得很漂亮 我来看看 应该还活着吧 外面天气虽然有点冷 但是没有冷到哪里去 是的 还活着 给大家感受一下 哇 真大 大到什么程度 我来量一下 八厘米 哇 八厘米啊 八厘米的家伙 八厘米 这是什么概念 你们见过八厘米的蟑螂吗 我反正没见过 诶诶诶诶 正过来了 再感受一下 这个是叫做 巨人 黑胡椒蟑螂 因为就是胡椒 应该就是胡椒 为什么叫胡椒 主要是因為它的這個背啊 背上的這個斑點很像胡椒 有那麼一丁點像吧 這顏色是很漂亮的 顏色非常漂亮的這個蟑螂 嘿嘿嘿嘿 走到哪裡去 哎呦 哎哎哎 別走 放進來 我看那個女老闆 娴熟的把這個蟑螂一隻一隻的抓起來 覺得有點違和怎麼辦 一個白種人 妹子很漂亮 這個其實算是國外一種比較大型蟑螂 這個算大型蟑螂 它叫做巨人黑胡椒 巨人胡椒蟑螂吧 其實就是一種巨人蟑螂 也是他們這個非常比較流行的一種蟑螂蟑螂 這個點真的 國內是很少有蟑螂蟑螂賣的 實體店是沒有的 只有網上有 而且比較小眾 螳螂很多 但是蟑螂相比之下會小很多 就國外螳螂跟蟑螂都是非常熱門的蟑螂 相比之下他們其實養甲蟲的少一點 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他們沒有什麼誤區 他們不會覺得都是蟑螂 所以都噁心 他們能分得清家裡的蟑螂是噁心的 這種蟑螂身體很乾淨 生活在雨林中沒有細菌 以後的話會放那個蟑螂的養視頻 所以今天的話我不會播放這個如何佈置如何養養 這個以後專門放一個教程 今天只是秀一下 黑胡椒蟑螂 一個大型種類 長得還是蠻健壯的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翻一面 可以 看這側面 反面 背面 它唯一有攻擊性的武器就是這個刺刺腿 這個刺刺腿 但是 沒什麼卵用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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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腦袋 它腦袋其實有一點點像螳螂的頭部 但是比螳螂頭部要圓 身上是非常厚的甲殼 非常厚 這個甲殼很厚實 很棒這個甲殼 所以蟑螂是一個防禦性很強的物種 他們這個甲殼相當硬 而且很厚 這有翅膀 我把這個翅膀拿出來 有人可能覺得會不會很髒 不髒的 這都是人工飼養 人工飼養的是不髒的 人工飼養不髒的 而且身上也不會油膩很乾 很舒服摸的其實 是 翅膀 這怎麼翅膀剝不開 看到裡頭翅膀吧 透明的 小傢伙 這不是小傢伙 這大家伙 黑胡椒張的 好吧那這期視頻就這樣 主要是介紹一下 黑胡椒 它是一種南美分布的蟑螂 我不知道北美有沒有 北美應該是沒有的 或者是中美有 但北美是沒有的 好那下一期我會進行一些蟑螂的飼養教程 當然不只這個種類 我還在網上買了很多 像印度問號蟑螂我也買了 多米諾蟑螂我也買了 好像還買了別的吧 這期種類我不記得了 好像我買了那個象牙白 到時候再說 好吧 到時候再說 這期視頻就先這樣 我們下一次再見